公元619年 依附突厥的军阀刘武周 对新建的唐王朝步步紧逼 夺下了唐王李渊大量的土地 唐告诉李渊惊慌失措 想放弃黄河以东地区 收兵守株关中 但李世民坚决反对 他说 如果我们失去了河东 关中就孤立了 只有消灭刘武周的势力 修复失地啊 我们才能稳固关中 说这句话的时候 李世民年方二十 他刚与薛举雪人岗布置 交战完毕 作战结果呢 以薛举病史雪人岗失败 人头落地告终 而刘武周正是趁唐军与雪人岗交战之际 联合突厥拦下侵袭 刘武周的将领 顺金刚几日累就攻下了戒州 唐军屡战屡败 太原守将 齐王李渊吉 弃城逃为长安 于是刘武周 圣金刚占领了唐战山西的大片土地和军事重镇太原 李渊听李世民说的有道理 于是派李世民带兵出击 11月李世民率今直兵龙门光 渡过黄河 年细击败刘武周军前锋 唐军在薄碧集结与圣金刚对峙 李世民采用坚银宿锐以绰其风 良静既穷 智当顿肘的战略战术 果然不出山岳 也就是公元620年的岸岳 宋金刚良静既穷 军心晃散 见诚良静李世民骑着特勒彪率军重追猛打 在黄土高原上一昼夜 基本200多里一天 连到8次硬仗 这次的追尖 李世民一年两天水米未进 三天人未卸甲马未卸安 可见特勒彪的精力耐力和勇猛 确实是其他马匹所没有的长处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特勒彪来突追民马 也就是汉朝时期所说的汉血宝马 这只马的特点呢 富小腿长 体型健壮 这些特点 我们从现成的唐太郑昭临时刻上 就可以看出来 这笔马不仅是突厥马 明智也是突厥名 特勒是突厥韩国的高级官号 李世民以突厥官号命名 不仅仅是为了占仰名品两种的巨马 更重要的是 以突厥战美英雄勇士的封锁 来纪念好炫耀自己的辉煌战绩 故此 唐太宗在自己的零幕前 开下了特勒彪 以继生生世世纪念自己的爱马 和自己的功勋 可惜的是 1918年 美国文物大盗 比斯伯 打同山士都军存入法案 通过金钱贿赂 成功获得了特勒彪的时刻 然后打税装箱 再运完美国的途中 被马老弟和他的遏制 通过安渡成昌的方式 偷偷的保留了下来 由于比斯伯 他们粗暴的装箱 被救下来的特勒彪 是提进尸 腰身断裂 但仍能看出其矫健 英姿薄花的昂扬姿态 他的残缺 即使对强大的控制 也是对我们的警醒 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才能立于世界之名 如果李世民他们那时候不强悍 又怎么会出现后面的圣堂呢